目前花莲有许多养殖业者生耕花莲 已经有两个世代 但是遇到捕蜂事件之后 让这些畜牧业者遇到经营的瓶颈 甚至有第二代回到花莲想要承接 父亲留下的事业都相当的担忧 养殖业的发展会受限 在花莲已经有20多年养殖经验的 乡亭放山基业者 少年就是以永继放山基品牌 打响了花莲养殖业者的名号 但在浦丰事件之后 整个养殖产业也受到牵连 这些养殖有机放山基的小农觉得 不应该一杆子打扮一船人 续木业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感受 我们要进步 我们要做得更好 那县府你应该要给我们有改进的空间的时间 那你订自治条例300公尺 我觉得很不合理 这样的话 这么狭窄的花东重骨 真的无法生存 那 像一些 融色 我希望说在续木场 这个附近的 有融色的你要清查看看 它是 住 融色 但是没有融用的 我希望你要清查看看 不要一味的 有些为了抗争 为了它的融色 而来抗争我们续木业 其实我们续木业真的是很悲哀 养殖协会理事长张敬毅说 养殖协会相当多人都是以自然放牧的方式来养殖 但是在自治条例上有相当多的规范 比如养殖范围不得距离住宅或学校300公尺 在地形狭藏的花莲 要找到适合养殖的地点 就很容易遭遇到许多的困难 那自治条例它更 更像我们花莲这样的花东重骨 是一个狭藏型 然后盆地也不是说很大 我也希望说花莲县府 它要考量到 这个地形它的范围 这个花东重骨的它这个狭窄型的地形 会造成续木业无法生存 那你钉在300公尺的话 那更严重啦 而且续木业已经自古以来 阿公爸爸一直代代相传下来 那现在造成一些环保大联盟的一些的建议 我觉得环保联盟你们自己要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在地续木业是不离不弃的花莲人 真正的从小就在花莲 一直没有离开花莲 把花莲的好山好水美食都打造出来了 不要说我们好山好水 我们不要什么产业来 我们花莲的产业 你也农业的产业你也要攻击 我觉得环保团体到此为止就好了 不要接下来 再来把花莲搞得乌烟瘴气 他也希望县政府农业处能够听进养殖业者的心声 给予合理的制制条例与时间做养殖条件的改善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